开始 好,我们先开机,然后长按 长按开机之后 连续按三下 进入参数设置页面 P01的话是调节公里跟英里 长按 这个在闪动 闪动之后就可以调节 这是英里,这是公里 然后再次长按,发挥 知道,就跳到P02 P02末是48,就不用调节了 我们跳到P03 P03的话呢,是 轮静,轮静的话 我们G2 Pro是90 9英寸的,那这里默认就是90 再长按三下 再加进去就好 然后P04 P04是此极数,默认是30 我们就不用调节,P05的话是定数 巡航,我们长按 这里闪动的话,现在是0 是不巡航,1是开启定数巡航 0是关闭定数巡航 然后我们长按,发挥 跳到P06 P06的话是0启动和非0启动 我们长按 现在是0启动 1的话就是非0启动 0的话就是0启动 长按返回,到P07 P07的话是限速设置 100是不限速 如果客户往下调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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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不操作车子自动关机 我们就不用设置 让它5分钟就可以了 PA的话是启动力度 默认是5 我们就默认直接不要调 PB的话呢 也是不用调射刹射力度 PC的话呢 是清零设置 就是里程清零 0是不清零 如果长按之后 调到1 那就是默认 它自动退出之后 就会把里程清零